Ray Dalio 我有固定收他的文章 我有看他的文章 其实这让我注意到的是 自由时报 他开始引用Dalio的文章了 以前他绝对不谈Dalio这样子 因为呢 他觉得Dalio太轻忠了 结果呢 当这个Dalio提说 中国现在面对的是 百年一遇的大风暴的时候 我觉得自由时报有一个 整体的兴奋感这样子 说你看你这么轻忠的 Ray Dalio都开始提出警告了 你中国完蛋了这样子 我觉得 我就觉得说 这有没有一点怪怪的 因为我看到的文章的气氛 怎么跟你看到的文章气氛差这么多 我觉得Ray Dalio确实有提出一些警告 但是呢 我来这边先说明一下 就这篇文章他到底说的是什么 就在LinkedIn的这篇文章 他里面确实标题就是百年一遇的大风暴 可是你请注意哦 这个百年一遇的大风暴 这个形容词 他其实引用习近平的说法 他并不是说 我认为中国大陆 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大风暴 他从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习近平主席在这篇文之前都说了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子 他等于是echo 就是回应说 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 他已经看到了很多重要的一些现象 那这一些现象呢集合起来 他就说了这一段话 我觉得这一段话对我来说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有点点意外 因为他大概是少数的西方人士当中 可能特别理解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的人 他这篇文章里头 他的文章我跟你讲 大里有的文章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 他有提到说 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其实有送过他一篇文 一本书 这本文书是俄罗斯的 苏联的时候的人 一位哲学家 所写的一些辩证法的一些相关的书 他说历史表明 在所有国家 所有时期 在这些非常困难的 如同百年一遇的时期 领导人会采取更为专制的政策 因为另一种方式会导致巨大的内部冲突和混乱 所以通常会有强迫性的领导层变动 而当权者会对此进行抵抗 我就先讲到这边 就是说他确实为现在中国大陆所面对的现象 他提出了他的观点 他认为当任何国家 任何时期 任何地区 碰到了这一种 内外各种的压力的时候 都会朝向比较独裁 比较专制 而且 不是人选择专制 而是专制的时期选择了人 这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那但是他认为到底有哪一些问题 那很多的媒体就直接说 这个达柳说呢 这个中国遇到了五大困难 我再说明一下 瑞达柳在分析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是用这五大面相去分析的 他的第一个面相是一定是面对说 你自己国内的那个循环大周期到了什么情况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国际的大周期 遇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 然后接着呢 再来分析的是说 那整个的这个自然科技 对你的影响 自然啊科技啊对你的影响 所以他永远都按照五个面相来分析 并不是只有针对中国大陆 所以我等下后面所提到 我就会简单带过 我觉得这一段 其实是瑞达柳的精华 就是中国大陆必须要面对的是 先解决内部的 债务周期的问题 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 经过了长期的发展 他势必会面对 债务的堆积 以及贫富差距 那这件事情 就一定要进行债务重组 要有一个美丽的去杠杆化 可是这个美丽的去杠杆化 非常困难 以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宽松货币 继续的债务堆积 然后呢 让整个的这个物价上涨之后呢 然后解决你过去的债务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呢 是财务紧缩 看一下啊 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财务紧缩 财务紧缩了之后呢 接着呢这个财务紧缩呢 就可以慢慢的缓解 债务的负担 他认为这两种方法 都过于极端 嗯 无效 所以他认为 必须要走一个平衡 既宽松又紧缩 我要 这要怎么做 我其实都不知道了 但他认为只有这个样子 才能够进行一场美丽的去杠杆化 嗯 他说通常一般国家很难做到 嗯 他不知道中国大陆能不能够做得到 但他提到说 朱镕基的这个领导的一群人 是应该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 嗯 那 他是从朱镕基时期 就开始认识中国的领导人 嗯 我觉得他亦有所指 指了很多中国大陆现在的财务金融的一些 可能是刚退休的 或者是现有的一些领导人 嗯 那他跟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相互送书啊等等的 好 那么 所以 但是 但是他如果不执行 嗯 他就会进入 跟日本一样失落的十年 嗯 其实他认为 两年前中国大陆就应该这么做 我也认为 嗯 其实 大家还记得吗 两年前刚好是疫情期间 所以那个时候去做他 嗯 就变得很困难 疫情的选择 跟 去杠杆化去债务化的选择 这中间有很多 有他困难的地方 嗯 那无论如何 现在疫情过了 你就必须更认真的执行 达留所说的美利的去杠杆化 好 这个是 第一个面向 我也觉得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焦点 那么 那他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 是他在解决所有的问题的时候 他一定提的五个面向 嗯 你去看他的那本书 就是 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那本书 其实提的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五大原则 嗯 之后他的所有的文章 都从五大原则里头 然后去看说 哎 这个国家面对了什么问题 好 所以他包括了贫富差距的问题 要解决啦 中美之间的竞争要去解决啦 气候变迁的问题要去解决 这牵涉到自然灾害 然后还有技术的科技战 嗯 好 这几件事情 对中国大陆是不是挑战 我认为当然是 但他是不是世界的共同现象 他其实是世界共同的现象 好 所以他并不是中国大陆所独有的 而中国大陆最重要要去做的 其实刚刚讲的美丽的去杠杆化 嗯 这是瑞达柳 我觉得因为他这篇文章 是他参加了中国大陆的发展高层论坛之后 回来所写的文章 嗯 所以我觉得他有跟 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讨论完了之后 然后写这篇文章 因为他其实在文章里头有提到说 那么我跟他们交换了意见之后 然后我提出来我的一些新的报告 但这代表说瑞达柳就 看衰中国吗 嗯 我们就看他自己最后这一段说的 他说自从他发表这篇文章以来 许多人问他投资中国的看法 他说他发现呢 高质量的中国资产价格非常具有吸引力 嗯 他在那边的投资表现非常好 他也非常喜欢跟尊重中国人民和文化 出于这些原因 他仍然致力于他有意义的工作 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以及在中国的投资 嗯 那我想他算是一个 你会形容他轻松 我觉得他非常轻松 嗯 他非常喜爱中国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他的见解 他的看法 嗯 但你说他改变立场 我不认为他改变立场 嗯 可是他确实 对于去债务化这件事情 嗯 才是特别的关注 那 当然我也比如说 中国大陆 有一点点春暖的现象 能不能持续是一个观察点 因为最新公布的采购经营人指数 因为这是最领先的指标 他不管是官方版或民间版都回升 而且都在景气容固线50之上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 嗯 只是他必须要持续 如果他能够持续六个月的话 你可以确定他这个复苏已经是更加确定 嗯 那现在我们还在等待他那个更确定的这个讯号 当然他一二月的数字都比预期好 不管是工业增加值或者是零售销售的数 其实都比预期好 只有一个就是房地产 嗯 到目前为止还是极为疲弱 嗯 最弱的一环还是房地产 嗯 当你最弱的一环开始回稳 当你的领先指标 延续半年的时间持续的上升 嗯 那我大概可以说 他度过了这一波的孤底了 嗯 嗯 那因为房地产需要最最强的消费信心去支撑 嗯 所以他他的出现一定是最慢 对 但是一旦开始出现有一些超体讯号的时候 他也会引动一些的资金的疯狂进进场 就就是知道那个可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买房的好时机 我相信下有许多大陆的民众在等那个点 就就是知道了可能可能难得遇到的可以去买房的时间点到了 但什么时候是低点大家都还在都还在等 那瑞大利欧的这这些的这些的分析这些的讲法 其实你只要去真诚对对对对待 大概每一个经济体大概都可以分析出类似的情况 嗯 面向不尽相相同 他这他这他这五大面向拿来分析美国已经很长的时间了 都都都会 但是我觉得我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谈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提一个提一个观点是我是我觉得觉得未来未来面对到许多国家 在制定他自己的总体经济政策的时候 要表现出政府管理的品质的时候非常关键的 就就是既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国家有有事知识都意识到 这个这个世代的波动性是非常大的 那东升西降也也好 那那就说呢这个大大国对抗也好 那许多的新科技的冲击有一些会上去有一些会下来 那大家遭遇到的情况都不再像像是30年年前全球经济这么的整整齐 发生一件事情好大家都好烂大家都的都烂 现在并不是同个时间点同件事情在每个国家所发生效应不太一样 可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当下的当下的就说呢 就是全球全球事物他出现一种 呃经常把极端当创意 比如说我们我们会越来越习惯于碰到 类川普的人就是把极端当作创意 其实其实川普所呈现出来的不只他个人风格 而是在政治跟意识形态上面的某种的极端主义 或者是一个一个很张扬的历史的修正主义 嗯就就就是对过对过去曾经存在的一切的合理跟跟跟这正确 都采取否定的方方式 而只有之后的照我的方式才是对的 那这种的历史修正主义你看到的川普 你看到的米米米来米来呢都都可以用用很疯狂的方式跟你讲说 我早晚是要废掉中央银行的 我只要有美国的联总会就好了 我要中央银行干嘛 类似这种的就是说把极端当作创意 米来呢大家可以说呢这个这是他的创意 这个是他呢是他的就是说呢 政府治理当当中的他个人的观点 可是你仔细去看他只不过是在遭遇到某个问题的时候 用极端的矫枉过正的方式 用另外一种极端的手手段 把原来的原来的所有存在的问题 不管对的错的一并呢都抹掉 那这种的这种的极端极端主义 他在未来一段时间都会是世界的乱流或者是逆流 那许多的政府当他要保保持他自己的像瑞达流说的 那种的稳定性既要宽松但是又要紧紧缩 那就妙了 那个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 你相反的 我对于无效率的部门必须要紧缩他的在 但是对于有效率的部门我必须要宽松 让他可以成长 对 那太难了 说 说很对啊 对说说说起来是很对 那平衡点怎么拿捏 但是呢 那个治理的难度就很高 我说现在 现在流流行一种把极端当当创意 就像日本当他面对到呢他二二十年三十年的经济暗淡之后 你你或许看到现在日本好像呢有一点要脱离 他采取的就是一种无计可施可施之后最简单的方式 我就无止境的宽松 我就 我就反反正我所有的方法都已经是是过了 我就无止境的宽宽 不管呢付出多多大的代价 先把那个呢 那个信心面 表面上面的那种的那种消费信心先拉起来 连日本都采取这样的方式 连连阿根廷呢都采取这样的方式 因此未来 在许多呢国家治理的手段上面 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性会越来越高 那能够维持稳定不容易 我们我也不确定就是说呢 一种保持理性稳定的一种的治理模式 对或者是不对 只是告诉你就是说 你要面对的那种的极端主义的冲击 在那个时代已经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